韓國瑜是軍主旨情 他不想說你們老爸怎麼 說你們送什麼 他不想 所以社會 但是社會這些人有在討論嗎 有啊 因為搜尋下去 所有的撐勒 當時他撐幾年 卡到倒一條 跟誰人拿什麼錢 倒一條有拿 倒一條沒拿 都很清楚 所以你一直不去面對 你越不去面對 年輕人他就越不能緩用你 他覺得你貼我是站在裡面 我們兩個差太多 你是金湯池出席的 你吃飯堆中方的 你煮小的就不會去煩惱到 我們不是 我們就要插拼 我們就要奔破 我們就要遭踪 我們的四大人 如果沒有我們肯 我們沒有賺 他會艱苦到 所以這是兄弟的北施 我感覺他打架 不要說他跟連勝文一樣 興臺胸 連勝文過去 也同說他是鬼祖 但是你會去鬼祖 我不是不能結明 你看他發大名翁條的時候 那時候的聲音看多遠 今天上次跟高雄 接種部落的民進黨中央 提出抗議 高雄民進黨的中央提出建源 民進者中北欽南 過去說國民黨中北欽南 民進黨還會接種八年還是中北欽南 揣英文接種兩年半 有反共北欽南 你今天跟他這樣表達出來 所以做成高雄人 在北部沒辦法回來 我等一下要改變 這個時候改變 對這個時候開始 今天這條不錯 可以看看 你的民主自由 是這種方式呈現的話 基本上已經讓台灣 變成一個國際笑話 所以剛才管貝林講的 人劍合一 對不起 這個劍字要改一下 不是刀劍的劍 是下劍的劍 也就是人至劍則無敵 我可以跟大家講 類似上這樣告網友的劍招 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到收年底的時候 要不要想像一下 如果北嫖族真的很多 要回去投韓國瑜 情勢不對的時候 車票可不可以卡一卡 真的在兩軍對壘 民調非常接近的時候 會不會成局就晴天一跪 甚至在造勢場合上 陳菊因為幫陳其邁 然後其他的綠營的人助選 太過辛苦南北奔波 講台上當場來一個昏倒巨碼 對不對 然後再由一個某某人 不知道是誰 像那時候的邱毅人說 兩顆子彈還在總統的身上 這個時候大家就要去問一下 陳菊昏倒了 那到底病情很嚴重呢 這個人再出來 演一出這個靠屌對不對 然後就 這個醫生是說 真是過於勞累 我們的花媽為高雄 奉獻了他的所有青春歲月 然後就再來演一出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種劍招是可以說 在民進黨的身上是 我們從他過去的案例來看 包括什麼走路工抓到 兩顆子彈 然後等等 這個緋聞錄音帶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劍字的確用得不太好 真的應該要改一下 改成那個人治劍則無敵的這個劍 不過我還是要講 今天你用這樣子的一個 寒蟬效應 你企圖用告網友的方式 來營造寒蟬效應 來讓所有的網友 不敢把韓國瑜的消息傳出去 要大家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 覺得活在你的綠色恐怖的陰影之下 我敢跟大家講 你前面那一場的造勢 動員那麼多的車輛來 吹口哨壯膽是沒有用的 在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社會 你這樣做 只會越發招致年輕人的反感 也就是說今天你韓國瑜 對不起 今天你陳其邁 已經奶水這麼充足了對不對 已經有這麼多的大人 都要去下去 行政資源整個灑下去 然後你還要這樣打壓 網路上自動自發 挺韓國瑜的聲音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連年輕人 所有的年輕人的部分 甚至只要有一點正義感的 中年人 老年人 都會在年底這場選舉 唾棄你們民進黨這樣的作為 一整排的律師排開 然後要嚇誰 要嚇唬誰 我覺得現在的網友 不是被嚇大的對不對 你打壓一個網友 他的朋友裡面就再找來10個 你打壓了10個 可能來了100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陳其邁 他打到現在 好像一直在用錯方法 他不是想辦法要進攻 他現在是要用去打壓韓國瑜 圍堵他的策略 就是說不要再過來 不能再拐 這個網路聲量太大了 所以想辦法要把他壓下來 但是網路是 向來是用打壓可以取勝的嗎 網路世界裡面是比創意 誰比較高招 是在比高招 不是比打壓的 在網路世界 如果誰是採取打壓的策略 最後那一個人 反而就會被反撲的力量 吞噬得很慘 我不曉得陳其邁是哪一個幕僚 給他這樣的策略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上 要採取司法戰 這一戰 我只能大膽預告說必輸無疑 如果採取司法戰必輸無疑 因為網路世界從來是不需要 用這麼嚴格的管制的力量 然後來控制大家的言論 另外一個我要講 這個陳其邁的陣營是 怕人怕救人 他們其實先去抹黑韓國瑜的 好像都是從陳其邁陣營出來 不是嗎 PTT誰在罵誰黑道 上個月就是莫名其妙的 然後就說你不知道的韓國瑜 然後一直影射說他是黑道 直接就給他抹黑了 這是誰在弄的 還有現在這整個網路上面 韓國瑜大家知道他有兩個女兒 也在幫他做這個操盤 但是現在就有網友 開始來攻擊他兩個女兒 去搜尋人家的帳號 然後想要揭發人家的隱私 誰又用這種不入流的方式 侵害個人隱私的方式 然後想要來傷害韓國瑜陣營 所以陳其邁大聲的開記者會說 他有什麼 韓國瑜這邊有什麼暗黑的勢力 你要不要先檢討自己 從開選戰到現在目前為止 誰在發動這種抹黑的伎倆 連人家罵人家黑道 你們都說得出口了 到底是誰在抹黑 如果這麼多律師團 也應該先檢討你們陣營的那些網友 射出來的這一些黑函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 陳其邁宣稱自己穩定的領先 大幅的領先 其實我也想要問一下 陳其邁陣營說 不妨把你的民調 也公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大家都只看到 目前幾家民調機構做的 最新的就是韓國瑜跟陳其邁 真的來到誤差範圍了 他們如果一直宣稱說 他們的中央不是說有二位數的 兩位數 穩定領先 對 我們其實也很想看 看一下那一份民調 是由哪一個機構做的 然後那個兩位數是兩位數到哪裡 可不可以公布給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從他宣稱的 到他的所作所為 我覺得都是反其道而行 高雄的人民應該也會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要用操弄的方式 你也操弄不了大家的意象 剛剛包括少廷他講的 就是說韓國瑜的場子是主動來的 陳其邁的場子是被再來的 是被動來的 你知道主動跟被動之間 他那個一來一往主動的 你可能要乘以五倍的力量 主動的人他有那個熱情 所以他回去會宣傳 他會拉他的朋友說 我們這個一定要討好韓國瑜 就是那個的力量 是會把票再吹出來的 被動的人只是被你再來 聽完了回去就睡覺了 所以他是不會產生 旁邊的催化效果的 所以如果以韓國瑜的場子 每一場有一萬人來講 這些一萬人都是帶著一股熱情 一定要讓韓國瑜贏的人 他回去他會再催化旁邊的人 你說只有比那個場子 陳其邁的一萬人 跟韓國瑜的一萬人 韓國瑜他可能實質 會達到五萬人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仗 剛剛那個少廷提醒的是對的 就是說陳菊 陳其邁 所有他們其他的立委 他們現在是整合起來 他們也希望這一場不要輸 所以韓國瑜後面的這幾十天 還是得要小心引戰 他現在的確在人氣指標上是勝了 但是之後的包括陸軍的部分 我覺得空軍跟陸軍其實要秉靜 才能穩穩的守住 現在的盛世最後贏得勝利 說實在的 我為了一場單純的選舉 可以說忍辱負重 我隨時可以提告的 我是候選人 我都不提告 罵我的那個言語跟字眼根本不堪 不堪文問 連我的家人都在被罵 被攻擊 除了抹黑造謠之外 開始採取司法行動 進入選舉 你想我韓國瑜真的是吃素的嗎 我不願意把一場選戰搞得那麼肮臟 我從來沒有批判一個字 未來我也不想批判 到現在為止 韓國瑜被人家講過什麼 講過他是一個黑道 說他消滅母語 說他要蓋賭場 全部都不是事實 他也從來沒有告 他也沒有說我要告這些網軍 我要告這些發這個文章的人 反而是現在這些什麼 我要回家的短片也好 他講了這幾個東西 剛才昨天他們記者會 六個律師加兩個發言人 這八個人開了記者會 他所講的這幾件事 沒有一樣是韓國瑜陣營做的 他怎麼 其實在記者會上 所以他有先扣帽子說 這些是他的暗黑網軍 沒有錯 所以其實他不是只有告這些小編 他已經把他跟韓國瑜 是扣在一起的 他認為這些就是韓國瑜的網軍 所以我才先講 韓國瑜的陣營 我們很清楚是沒有網軍的 所以說 昨天我們看到這八個人 我們跟韓主委就在講說 本來有十個總幹事團 又來了八個律師團 好像是十八羅漢 所以不知道十個小矮人變十八羅漢 後面變阿里巴巴四十大道 四十個立委都要出手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陳其邁陣營 他做這一個要去告我們的鄉民 要去告這些小編 他是已經亂了正角了 他不知道整個的網路世界 到底是怎麼一個運作的方法 這個模擬投票投出來 韓國瑜居然得到了 86%的支持度 基本上就是一定獲勝了 他很神奇 他說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投票 這根本就是一個假民調 你們為什麼都不管管這種假民調 讓他這麼腐爛 網路投票也不行 網路投票也不行 這個是假的 他還說什麼 這些投票的人 要嘛就是裝夜客模的 要嘛就是已經死亡的人了 所以他們才會投給韓國瑜 你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爆料公司就把他拿出來講 他就說想不到 我們不過就是一個民調 網路投票而已 這麼精采的質詢玉民 你沒有聽到嗎 我沒聽到 為什麼漏掉這一段 太精采了 真的很精采 還有夜客模嗎 對 還有夜客模 真的很誇張 然後爆料公司就說 你需要這麼氣噗噗的 把這件事情拿出來 當場做諮詢嗎 就不過是大家鄉民的一個 有趣的互動而已 同時三立 就是我們友台 他也同時做一個 一模一樣的民調 韓國瑜的民調 也高達86% 請問他們的民調 是不是也是假的民調 這應該被下架了吧 沒有 他還在 這個民調也都還在 為什麼劉士方委員 你不去質疑 這個民調的真實性 這兩天PTT有一個 有兩張照片流出來 一張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陳其邁他的造勢的現場 很多人 萬人空巷 第二張就是 韓國瑜的造勢線 他們說你看 兩個都是萬人的造勢 一個人這麼少 一個人這麼多 所以怎麼可能 他們是五五波 韓國瑜你實在太廢了 你可以洗洗睡了 PTT已經開始在塑造 這樣子的一個言論出來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剛剛也提到 他們是怎麼來的 東東動員來的 當天我有一個支持者 就在陳其邁的造勢現場 他立刻傳訊息給我 他說蘇小姐 你知道嗎 現在好多遊覽車 怎麼會這麼多遊覽車 不是說遊覽車生意很差嗎 為什麼會這麼多遊覽車 在現場 我就跟他講說 正興高雄觀光 對 然後就說其實 就是因為生意很差 生意可以有這麼多的遊覽車出來 他說他這輩子沒看過 同時這麼多遊覽車 出現在同一個地方上 300輛輛 他覺得很誇張 而且還給我一張照片 就是有人拿著一個 很大的牌子寫 大樹後援會10車 我在想是不是這個大樹後援會 總共派了10台車出來 來戰俠陳其邁這個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 大家都說民進黨 現在是以陸戰為主 但是你在陸戰的所作所為 全部通通都會影響到你的空戰 你的空戰的所作所為 也會影響到你的陸戰 民進黨你在這樣子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等到 11月24號了 基本上現在韓國瑜 也可以躺著選的 你就躺著就等陳其邁 一直犯錯 一直犯錯 他就可以選上了 不是